而这一场全国射箭锦标赛运动盛会在玉里登场 也因为疫情的影响产业经济都受到了冲击 而以观光为主的花莲也受创严重 3月1号到3月16号 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在玉里举行 15天的赛事 选手以及水队教练以及裁判等约1200人 也将会带给玉里镇很大的商机 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在玉里登场 因为疫情的影响产业经济都受到冲击 以观光为主的花莲也受到影响 3月1号到3月16号 是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在玉里举行 15天赛事选手以及水队教练裁判等 大约有1200多人将带给玉里镇很大的商机 创造出来的这个经济产值 各位都是这个经济产值创造的这个一份值 几乎预报明天的天气也会骤降 所以说我正常秋龙也希望 你们来到这里参加比赛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因为天气的骤变 而使得你们有所身体上面的围样 影响到你们的成绩 在冲击经济情况之下 蔡秋龙希望这项赛事来为玉里带来不错的商机 今年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 由玉里国中来承办 在玉里的永昌分校举行 分别有国中组 国小组 高中组 复合工 还有大专 以及公开组 主办单位欢迎民众到场观赏 并为选手加油打气 借着高松双玉镇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赏